大家好 今天用鸡胸肉和土豆来做好吃的 首先准备一块鸡胸肉 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加入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 一勺胡椒粉 一勺盐 半勺鸡精 再用手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切一点红椒 再切一点青椒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几瓣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热锅放油 油热后放入姜蒜末炒香 再放入腌好的鸡胸肉 翻炒 炒至鸡胸肉完全变色 再放入土豆片继续翻炒 加入一碗清水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搅拌均匀 盖上盖子 闷5分钟 5分钟后打开盖子 这时候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放入青红椒翻炒 30秒左右就可以出锅啦 一道香喷喷的鸡胸肉炒土豆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胸肉香嫩不柴 土豆非常绵密酥软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